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FocusSky裡面動畫怎麼做 你看我們在這邊 如果你想做動畫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這個 我就點到這邊來好了 如果你想針對它 我要做一點動畫 點到它 上面這裡有沒有叫做動畫 點一下 然後你會進到一個 它還是會有一個導覽 那我們這邊 你要下一步就下一步沒有關係 稍微看一下 我們就先把它退出就好了 好 你看一下 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圖層 右手邊 這邊有一個圖層 你先來圖層這邊 就是我現在這個畫面裡面 總共可以看到這三個 有沒有 如果你想要針對這個做動畫 我就點到它 上面是不是有一個叫做添加動畫 上面這邊 就看你要哪一個圖片 哪一個物件 點到它之後 我們就按一下添加動畫 這裡就有 看你要哪一種 一種 你看有歷史特效 進入的 還是退出的 甚至它有什麼路徑掉下來的 有沒有 有很多種 只是通常我都不會做太複雜 所以你自己稍微看一下哪一個你比較喜歡 通常我比較常用的是進入裡面 像我們常常看到一個效果 類似像這樣掉下來 掉下來 怎麼樣掉下來 你看滑過去 它會做給你看 有沒有 點下去 好 那你看到這邊呢 有沒有注意到這是進入特效 但是這裡有沒有一個是點滑鼠 欸 PowerPoint動畫大家都做過對不對 動畫是不是有分幾種 一種是進去就自動播 一種是滑鼠點一下才播 一個是什麼 同時 有沒有 一樣的道理 點到它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好熟悉 這樣我真的不想再講Focus Guide 講完了 對吧 都一樣的東西 所以呢 假設我要一起的 假設要跟上一個在一起的 好 OK了 那你就可以退出啦 所以當我們進到 我先從這裡來 當我們進到這一頁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它有這樣的效果囉 進去 有沒有 端端端端 通常我大部分用在文字啦 有需要特別強調一下的 我就用這個方法 讓大家的助力稍微集中一下 集中一下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動畫會做的齁 當然如果不要的話怎麼辦 你就點到它 這裡是不是有垃圾桶 自己拿掉就好了 記得做動畫是先到圖層裡面 先選擇你要的 選擇你要的那個物件 選好了你就可以直接做進去 那預設的話你只會看到什麼 就是在那一頁裡面的東西 因為你只做這個路徑嘛 別的路徑在這邊又看不到 不會在這邊做動畫 這樣沒有意義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然後記得做完就把它退出 你看我點到這邊 我如果進來的是這裡 有沒有這邊就看到比較多 對不對 因為這一頁看到的比較多物件 好 那我畫面就還給你囉 我們就準備把FocusGuy收起來吧 像上面一樣 搔起一片